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看一下盘 加页的 这个东西摘掉 大概套了两个圈 套了两个圈 不加迪的叫什么fission gt 这个也是一个好像全球只有一样 原装的车上是不是16号呢 我这个机拍清楚了 它的气动套件是挺夸张的 但是也还是用凯隆做的 在凯隆的基础上去做的这些 外边这些夸张的套件 外观什么的 能口开 能口开 好了 简单看一下 对上叫 看看这标志 标志肯定是不对 它里边只有三个字 就是一比三上的 标志也很小 大概有个样子得了 灯是塑料件 下面的下翼纯也是塑料件 但是这里的侧翼这是金属的 但是这里就是塑料的 这里是塑料的 然后上面这是塑料 到这这是金属 不这是塑料 上面是金属 是错的 然后后边翻过来 最后边的整个散热网 这是塑料 然后 这个是塑料 维翼是塑料 但是竖着的这一片是金属 唯一的长条性灯 四个排气孔 然后漆面还是可以的 而且它连这个就是 毕竟这是个赛车 所以说这个头顶的这个 驾驶位头顶的这个 房盖也给刻画出来了 这个应该是打不开了吧 应该是没有 这个等于是 这个不叫前机盖 前盖吧 后边的发动机舱 都是开不开的 只有这个车门弄打开 我们开上内饰 这个门好难开 这个门好像你往下压的时候 它就动不了 你得往上 这个就是你不能向下使劲 你得凭着往外使劲 但是这个角度是这样扣 所以这样扣就扣不动 转住这 有这么一种感觉 怪怪的 不知道是哪儿卡住了 看下边是有个槽 好像是下边可能有个槽 所以说就都会半路 方向盘是这种不是正圆形的 就是像F1的方向盘 这样能不能看清 这样 能看到吧 方向盘是 是左右两个 有点像F1方向盘 毕竟这是纯彩车 统型座椅 然后中控 这都是很肉的塑料 然后这边 手套箱 这就没什么可看 听下声音 我估计大概率应该也是公版 前灯 这做的真的不太好 没有把整个灯都点亮 只有两个小亮点 看后边 后边说实话 比百年周年纪念稍微好一点 因为那两个亮点比较远 虽然中间比较亮 但看起来整个条都还是发光的 OK 还把它塞回去 少了它一会乱叫 我的尺子呢 2尺寸 14.8 宽度 宽度 6.6 6.6 高度 这高度哪最高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根这个中意 你准着它 然后我横着看 横着看 3.7 好 这个数据其实我也没查到 然后呢 我也把凯隆的数据贴过来吧 现在凯隆成了这个 就是布加迪的这个万能数据了 只是给大家一个三口 毕竟它不会差太多 因为像这种这种车的尺寸数据 网上都查不到 挺难受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下次见